通胀持续高期 是超级市场买一罐罐头 动一点都要十几元 不过内地上个月物价明显回落 其中食品价格增幅放缓 香港进口内地罐头价格即时有变化 食品代理商表示 其中一款罐头五香肉丁 来货价减了大约一成 零售价每罐减近两元 预期整体食品价格有望回落 大理商指 目前本港有七成食品由内地入口 今次内地物价升幅得以舒缓 香港市民花费在食物的开支 有望可以减少 学者表示 食物占市民的生活开支比重大 通胀有改善 预料市民的负担就会逐步减轻 肯定这么说 香港的通货膨胀 香港的CPI 我觉得升幅就会跟着国内的CPI放缓 因为香港里面 在我们的CPI 食品都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如果国内的食品价格升幅放缓的话 香港食品价格 肉类蔬菜的升幅都会跟着放缓 他又指内地的通胀放缓 银根有望放松 南下来说资金会更加稳定 香港的股市 楼市也会受惠 华尔TV 印度朗报道